另外,新城保安宫每年正月初九天公圣的庆典也宣布取消 而在春节期间,各大公庙参拜还有走村的活动 会加强防疫措施及人员的动线管制 请民众特别注意 配合中央防疫进行防疫的措施 家里保安宫天公庙当年初九 也就是民间传统天公圣的日子取消万能平安州 从此也取消一项均天公圣食物 卤白米、油面、米粉、蔬菜等等全的活动 会配合新冠肺炎疫情的政府的政策 在18、19的过年这期间的庆典活动 有部分配合政府政策取消 就是我们万能的平安州取消 然后鱼马主绕境活动也是取消 各有功的团拜 我们是让他自行不分时段 请他自由来参加 然后我们这个平安州 就刚才讲过了 平安州讲过了 就是还有一项就是 出入口 我们出入口是有管制 在这边 五边这边管 禁止进出 这边有两个进出口 包括我们配合政府的政策是要量体温 量额温 然后手要喷消毒 颈巾 戴口罩这样 每年的进典活动就是有这个 还有太岁、安太岁、点光云灯 来拜拜祈福这些 希望大家尽早来 不要集中在18、19这人潮很多的时候 避开这个人潮 尽早可以尽早来办理 然后我借这个机会感谢我们的乡亲 然后乡亲以及同道先进人 每年的对我们庙的支持跟协助 让我们每次每年的庆典活动都很顺利 保安更国留言会表示取消万人平安州 所以点光名单、安太岁、签邮箱 并且支撑平安面 防疫期间避开人潮 敬请提前来点灯安太岁 记得详细 谢谢大家